目前台灣民眾黨的主席柯文哲 正在被賴清德政府追殺 他的人生正被拘禁在土城看守所 甚至連對外公開講話的機會跟權力都沒有 至於黨內的事情 有黨的規章 有黨的制度 對於台灣民眾黨而言 現在最重要的事情 不僅僅是團結一致 更重要的事情是 每一個人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面把事情做好 回應選民 對台灣民眾黨的期待 台灣民眾黨的支持者在意的是什麼 在意的是 台灣民眾黨的公子 有沒有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 把自己該做的事情做好 所有的選民對台灣民眾黨的支持 我們只期待的是我們兌現 對選民的承諾 而是我不可能 我們在台灣民眾黨的支持者 台灣民眾黨的支持者 這個玩笑 感谢观看